16年前的今天 让所有人记住 一个名字 一个编号 他叫王伟 编号81192 2001年4月1日 一架美国BP3军用侦察机侵犯我国南海领空 王伟奉命驾驶编号81192-8 二战机进行跟踪拦截 当日97分 美国军机不听规劝并恶意撞击我方战机 导致王伟壮烈牺牲 年仅33岁 我们都知道那一状发生了什么 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更知道 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没有强大的国防实力 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别人不会白白赠送 16年后的今天 我们倍感欣慰 因为航空武器装备今非昔比 歼15 航母起降 四海云游 过岛链跨海区 一柄海巡立舰 歼10 批量入役 镇守江土 战因非 遇外敌 守卫家国平安 歼20 惊鸿一瞥 刺破天际 来无影去无踪 叱咤万里云天 正是这些 凝结了航空工业人辛劳与智慧 我们才有了底气 2013年11月23日 中国宣布华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是我国有效行驶自卫权的必要措施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不影响有关空域的飞跃自由 2014年8月19日 同样是南海 同样是美军侦察机 我们歼11战斗机与P-8A近距离交锋 绕机飞行 历史不能重演 英雄不能忘却 航空工业人使命在坚 以立前行